这是什么呢? 是什么? 乌克兰赫尔松的周末夜 尽管天色还没全暗下来 但除油槽的大火却把附近照的光亮 当地政府指控这是俄军两枚飞弹轰炸的结果 也是赫尔松光复以来第一次有油库遭到俄军袭击 俄军持续锁定乌克兰的基础建设和能源设施轰炸 也让各地民众得自己砍柴或拿小发电机设法客难过冬 放眼望去发电厂和变电所几乎都成断源残壁 乌克兰电力公司统计已经有15座能源设施毁于俄罗斯的轰炸 供电量只剩下过往的5成 这些建设是为了我们的项目 他们也有更多的自动物质量 所以在这些危险的项目中的情况下 正确定了 电力公司已经拼劲全力修复 还是赶不上俄军飞弹破坏的速度 断电最严重地区几乎都是乌克兰刚收复领土 CNN引述当地官员说法 除非俄军先停火个十天半月 否则乌克兰的电网 恐怕很难撑过下一轮轰炸 但美国其中选举后 共和党确定重长众议院 也让白宫军援乌克兰的计划 面临更多挑战 乌克兰缺乏的防空系统 如果无法尽快到手 这个冬天 乌克兰人的生活恐怕会非常难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